首先第一,我是没有跟异性这么接触过 而且接触的比较少 像你这么钢铁直男的,我还是第一次见 就是女孩想的,你都想不到 你只能想到你自己 尤嘉宁,你看在这种回答上面特别的想要真够输赢 如果男生就说对,我就是更喜欢你,就好了吗? 对 我向客人休息好了,我得理理思路 那你去休息休息了,你就在这儿不动了 我动 怎么 啊 余嘉宁啊,关键的问题的时候,他都是退出,不好这样 你倒觉得这个点啊,这种暂停有些时候是好的 是好的 他如果能够冷静的反思出来,我自己有什么问题,对方需要什么 回去,可能就不一样 他这么一样回答我让我太不爽了,哈哈哈 这个,相处过程中你认为谁是更主动的一方 他一直就你追我就好了 你刚刚怎么说 你刚刚怎么说 还说啥啊 以后不见了还说啥 你看 他不会翻新 他不会翻新 因为他是个自我感觉太好的人了 是 我在保持一个正常朋友的一个关系 因为他现在还不是我男朋友,我为什么要更主动啊 你是因为他没到那个份儿 没到那个份儿 我看的是一个人的态度 一个人 为一个人 愿不愿意去付出的一个态度 久不见了 尽力